朝鮮半島的問題 大家一定覺得怎麼拖了這麼的久啊 飛彈已經上了架 燃料已經填裝進去 坐標位置都輸入了 但是飛彈到今天晚上 還沒有發射呢 那在未來幾天 大家仍然在猜想著說 究竟飛彈會不會發射啊 這樣的精神壓力之下 有沒有覺得好像是一種神經戰術啊 對立剛 其實我跟你講 在3月30號金正恩不是已經片面撕毀了 朝鮮半島50多年來的停戰協定嗎 那就代表他已經宣告了 朝鮮半島長久以來 飛戰 飛和 那這到底什麼樣的狀態啊 現在都不是了 已經結束了 如今處於暫時狀態 而且這種暫時狀態 是沒有分前線 也沒有分後方的 而且現在要打的是一場立體戰 什麼叫立體戰呢 立體戰就是說也沒有前面 也沒有後面 無時不刻你都要作戰 其中這裡有個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是哪裡 他是留學瑞士的對不對 對 他非常喜歡美國文化對不對 他非常懂得一個最重要的現代人 一定離不開的媒體 所以他很知道媒體操作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現在不斷的拉緊 每一個周邊國家的神經 放這樣的影片 還上傳到YouTube 讓全世界多少億的觀眾都看得到 這就是一種神經戰 而且立剛 這個神經戰不用花錢的對不對 對啊 但是卻給周邊國家包含他敵對的國家 賦予一個非常大的精神壓力啊 CNN統計過 這個十多天來 他已經不費一槍一彈 不出一兵一卒 然後還沒有花成本 結果你知道嗎 他現在大概 我跟你講這種廣告費 如果在美國的話幫他統計 要一百億才可以做到 這麼高的知名度啊 他探中耶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他非常懂得媒體的操作 金正恩現在搞的這種方式 是一種神經錯綻的方式 這種方式讓世界各國都大為緊張 而現在這個時候呢 真正最氣憤的人是誰呢 歐巴馬他現在跟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潘基文他是韓國籍的 各位都知道 他說 北韓現在就應該終止他們的好戰作風 設法降溫 那設法降溫 歐巴馬的用意只有一個 你自己降溫 我不會給你台階下了 如果 北韓必須要像別的國家一樣遵守 基本的規則和規範 否則我們將採取必要的做法 面對任何可能發生的狀況 並捍衛盟國 任何發生的狀況是什麼意思 只要你北韓你好戰你還不改的話 對不起 我要用我的方式來解決你了 那除了一般正規作戰的方式之外 歐巴馬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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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我美國也要其力斷金 我們看美國的歷史 我們可以發現叫斬首行動 那所謂斬首行動他要對付金正恩 其實劇本都有 在賓拉登例子之前他還有一個例子 是格達費的例子 格達費在2011年 你看美軍他派兩架B2轟炸機去轟炸格達費的關底 除了他的關底還有辦公室以外 他的坐車都是他攻擊的目標 他25個小時投下了45萬磅的炸戰 其中戰斧巡迷飛彈 就是我剛剛講的他的辦公室等等 當時格達費他逃過了 但是卻炸死了他兒子 所以從格達費的勢力 我們再來看 現在他斬首行動的一些部署 這一些部署是在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就是他名義上保護烏山跟群山 但是實際上他兩艘對不對 他對準的是平朗 就是說他兼保護的意思 還有一艘洛杉磯級的核子動力潛艦 就是像類似這樣子 他發射巡迷飛彈以後 也就是說我的潛艦停在這個位置 但是我的飛彈直接就打向平朗 對這個就是金正恩感到非常害怕的 其實按照道理他要保護的話 應該是在日本海 現在我們總算理解到了 你美國他把他放在這裡 他目標原來是平朗 因為從這個地方發射巡迷飛彈 可以跟各位報告 可以跟各位報告大概30分鐘左右 我就可以打到了 況且他採用地形匹配的方式 還有衛星導引的方式 搭配GPS24顆那個間諜衛星定位 所以一定能夠打到金正恩的關底 準確度圓周公算誤差不到5米 就是說不到5公尺 換句話說金正恩他如果住在關底 他想逃都非常的困難 美國會用這種方式 對付金正恩是因為賓拉登的關係 各位曉不曉得美國他格殺賓拉登 他動用了海空天地一體 他甚至於無人機他都動用了 那最後他還是用空降騎兵的方式去解決賓拉登的難題 由美國的海豹 他海豹部隊他搭乘了阿帕奇的攻擊機 然後來到阿富汗的境內 各位可以看看這叫三叉戟計畫 也是間諜衛星先鎖定了他的住所 住所的時候就派出兩架黑鷹直升機 搭載24名海豹部隊的成員 兩個突擊小隊 這兩個突擊小隊其中一個小隊 他是直接進入到賓拉登的府邸 另外一個在制高點上守候 還有他前後門他全部的封鎖 全部封鎖 當他發現賓拉登的時候 他立即隔壁 立即隔壁 所以從賓拉登的勢力我們這樣看 各位這個是金正恩現在的官邸 15號官邸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他爸爸的官邸 但是金正恩他怕死 我相信這個下面還有地道 那只要有這種地道的話 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空降 空降在北韓坦克還有直升機 當然海豹部隊他最怕就是坦克部隊 因為他是輕裝部隊 輕裝部隊的話一定會有A-10 A-10先摧毀他大部分的坦克 說這個房子富士州有100輛的戰車 對 才會由黑鷹直升機 除了A-10以外 A-10攻擊機先摧毀坦克 先把坦克他摧毀掉的時候 那這些部隊禁止 如果再沒有辦法格殺金正恩的話 他藏在這個地道裡面的話 那就用碉堡克星來對付他 所以未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要殺金正恩是入海空天一體作戰 才能夠解決這個金正恩這個禍根 美國是否會用海豹部隊 跑到北韓去舉殺金正恩呢 看看金正恩啊 在前些時候都有一些公開的活動 現在勞動黨報上面 已經沒有他任何的訊息了 金正恩怎麼在這最重要的關頭的時候 突然之間衛星找不到 無人飛機找不到 他神隱了 是 理論上來說 照理來講他應該是 還是住在這個地方 這是15號豪宅 你說的是這棟豪宅 對 這個豪宅非常漂亮 非常大的一個地方 他裡頭又有湖泊 又有自己的花園 然後整個都非常 是最完美的一個地方 可是他現在到底是不是在這 沒有人敢講 為什麼 因為他在全市 就是全韓國 你知道他有多少地方可以住嗎 有多少 還有七十幾個地方可以住 什麼 韓國有七十個官邸 對 這麼多 我們一般說角兔有三窟 那你會有三四個地方住是很正常的 可是你看他獨裁到這種地步 他一個人在北韓可以有七十幾個皇宮 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 你知道 對 他的皇宮各種類型都有 這是剛剛那個15號的 他外觀就是這個樣子 有 噴水池在這個地方 水池 房子 建築物不高 他不高 但是看起來就很舒適很優雅的地方 他有這種類型的 好像度假小屋一樣 山中小屋 對 那也有另外這種 就是在山邊的 看起來很舒服 還有這種 整個就在湖泊旁邊的 就是一個別墅 你知道嗎 他在全韓國真的到處 不管不只是在平壤 還有在新義州 在很多地方 全部到處都有 永新什麼到處都是 龍井來也有 他為什麼要做這麼多地方 因為他要考慮到 他自己的安全問題 所以第一個 他這些地方都是獨立的 完全圍牆圍起來 不跟外界接觸 第二個更可怕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還有自己的專用火車也就算 還有專用軌道 還有專用軌道 對 就從軌道直接 就拉到他們家門口 所以他完全不會用跟外界接觸 甚至還有專門為他設計的火車站 你知道這個世界上就算是 最富有的人像皮爾蓋茨這種人 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軌道 自己的火車站 我們金正恩先生全部通通都有 領導人 不一樣的待遇 但是就算是這樣子 他甚至還不一定在這70幾個地方 你知道嗎 還有別的地方可以待 因為他還有更秘密的通道 你知道1997年有一個脫北者 叫黃長葉 他是前勞動黨的書記 他出來的時候他就爆料了 他爆料說什麼 你知道北韓地下鐵有多深嗎 平均100到150公尺 等一下 這麼深啊 100到150公尺 30幾層樓 快40層樓的深度 目的是幹什麼 就是怕萬一他被美國核武攻擊了 我在這麼深的底下 不管你是什麼炸彈之父 炸彈之母都拿我沒車 因為你穿地穿60公尺 你根本打不到這底下100多公尺 你根本不可能碰得到我 但是呢 金正恩跟他的父親金正日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專用秘密通道 那個更深 300公尺深 300公尺 差不多已經3分之101的深度了 2003年那時候 美國不是發動伊拉克戰爭嗎 波安戰爭 結果呢 金正日當時好像是嚇到 以為美國會順便一起動手收拾他 所以他整整消失了49天 聽說他就一直躲在這個地下300公尺深的密道裡頭 他根本不敢出來 那現在呢 搞不好金正恩就學他爸爸一樣 我先對你美國嗆聲 說我要對你發動核武戰爭 我一講完我自己先躲起來 你打你打你打不到我啊 對不對 然後等到沒事了再探出頭來看一看 所以他這個烏龜 龜縮大法真的是非常厲害 你現在要找到金正恩還真的很不容易 要找到金正恩還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我們看看金正恩從以前到現在的一些照片 可以發現到的是什麼呢 金正恩現在像一個狂人一般的凶財 但是呢 金正恩在以前的時候呢 他可是一個戴著墨鏡的少年郎呢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